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血痒 帮帮我发起 马克 小娟 发生什么事了 朋友们 有紧急情况 在野生动物保护区西侧 捕捉到了遇难信号 信号很弱 我现在把位置传给你们 请救援队的朋友们 马上搜查一下 别担心 小娟 我们马上过去 大家都听到了吧 树林里面好像有朋友 需要我们帮忙 我们先去救援 然后再去寻找偷猎者 知道了 进去 未经典或许或许或许或是 信号马上就要消失了 我们得加快速度 差不多就是这里了 那是什么 朋友们 找到了 在这边 在那儿 在悬崖的下面 我和海莉下次了解一下情况 你们在这里待命 走吧 海莉 好 看上去也没有任何动静啊 得抓紧时间 这两个家伙是 我看到两个家伙 两个都是山地越野车 其中一个是黄色的 看上去非常敏捷 另一个是橘黄色 背上还背着一个轮胎 侯丽 稍等 怎么了 海莉 我觉得这两个 好像就是偷猎者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跟我碰到的 那位朋友所描述的样子 完全一致 什么 仔细看看 肯定有可疑之处的 是普兽器 看吧 他们就是偷猎者 我们必须马上抓住他们 听说这两个家伙 很会撒谎 而且力气超大 尽管如此 那也必须 把他们安全地 救上去再说 你快上去 马上准备一下 开始救援 嗯 好了 好了 罗姨 麻烦地往上拽 好的 好了 你们证明一下看看 你们到底是谁 好 现在正式介绍一下自己 我们是三月救援队队员 我是马克 我是八旗 原来真的是救援队的 对不起了 朋友们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 请你们理解 没关系 换组我们也会那么做的 不过我们还是要 谢谢大家帮助我们 没错 能认识你们这么优秀的 救援队员 真的很高兴 我们也很高兴 那那个朋友又是谁啊 你说哪个朋友 就是那个跟我说 你们两个是 超级大坏蛋的那个朋友 你也跟我们一样 被波切耍了吧 波切 嗯 他就是我们一直在 追捕的偷猎者 其实我们俩就是因为 追波切才遭遇事故的 是吗 那个叫波切的家伙 看来不是很容易对付啊 没错 他很会撒谎 非常善于四处逃窜 而且使用了 无法预测的武器 害得我们陷入困境 所以看到你们被他暗算 也不觉得吃惊 因为我们已经遭遇 好几次了 啊 真不像话 坏蛋就在我眼前 我就把他放走了 你再敢出现在 我面前试试 看我怎么收拾你 波切 他们questionaire 并愿 �� 病 爸爸